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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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略第一开始有讲到说 principle agent 的花文 是说principle是负责比赛的 那後面給的例子都是 這個principal都是那個manufacturer當 那有沒有可能是retailer當 就是retailer負責設計一個contract 好我重複一下這個問題 這問題是說啊 一開始我們在介紹這個principal agent model 對吧 principal agent model 那這個裡面呢 可能我們就簡單的關係來講的話呢 就是一個principal跟一個agent 那我們說principal是一個設計contract的人 OK 設計contract的人 那也可以說他offer一個contract 然後agent再去做選擇這樣子 一般來說是這樣子 那 那剛剛這邊問到的是很實實實 具體的問題 就是 你一個manufacturer如果可以當principal的話 那是不是比如說retailer也可以當principal 或是怎樣的 那實際上當然是可以 比如說我們這裡的例子是一個商家賣東西給消費者 那你可以想像商家是一個manufacturer 你也可以想像商家是一個retailer 那如果你面對的是一般消費者的話是都有可能嘛 對吧都有可能 那或者是你考慮的是manufacturer跟retailer之間的關係的話 有一些合約是manufacturer主導 就是那當principal 那也有的時候是retailer主導 然後就是retailer當principal 所以倒是都有可能 對 在投影片的最後就是比較自定完second best合約之後 說就是資訊不對稱就是可以保護agent 但是他會傷害整個social welfare 那那social welfare的比較是與誰比 social welfare的比較是與誰比呢 基本上就是跟first best的時候比的 所以我們是比較first best跟second best這兩種情況 那first best就是沒有information symmetry second best就是有 那我們怎麼知道 first best比較好呢 首先是我們可以證明 first best的話在這個example裡面 它就像是integrated的channel 那影片中可能沒有很明確的講這件事情 不過你可以稍微的回顧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解first best的時候 這個model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OK first best有兩個type的consumer 然後有complete information 換句話說就是seller看得到消費者的type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看到這個傢伙是type h 那你就定contract定這樣子 就是這個人一走進你的店裡 你看他的臉就知道他很想要買這個product 因為他的valuation很高 那於是你就說 How about你買Q unit 然後呢 配我T這麼多錢 然後你就解這個problem 那因為你看得到θ嘛 所以這東西對你來說就是constant 所以這件事情是可以解的 解出來以後你就發現optimal solution長這樣 那這個就是說 我要讓Q satisfy這個equation 對吧 那實際上就是一個integrated channel 應該要做的最efficient的事情 就是讓marginal benefit等於marginal cost 或者是你看這個市值的話也沒有錯 這個市值把T拿掉了 換句話說就是我來決定一個生產量 讓我這個system的profit減掉 對不起 system的revenue減掉system的cost來到最大化 那麼 對沒有錯 他的確就是一個integrated的system OK 所以first best會得到integration的這個outcome 那毫無疑問你在這個example裡面 他就是efficient的 然後second best的又沒有他好 因為你有downward distortion嘛 所以結果就是沒有比較好 那應該說就是比較差 這樣子 所以是second best跟first best的比較 就是如果我們就是有那個資訊不對稱 一定會叫做second best吧 所以就是以整個社會的觀點來說 只要存在資訊不對稱 對於社會就不可能有好處 喔欸 這個問題是說資訊不對稱是不是總是壞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他有幾個issue 首先就是 資訊不對稱是不是一定會帶來social welfare的下降 答案就是不一定 不是每一個model 不是每一個system裡面你加入資訊不對稱 都一定會有distortion 就是不一定 可以舉很多例子 但是其中一個例子大概下半學期開始的時候會講到 就是資訊不對稱它 那要產生efficiency loss可能需要一些條件 那所以真的會講到 這裡這個例子是比較典型的 就是它會影響 但是也有不影響的例子 所以那是講social welfare 那不過呢確實通常social welfare都是會下降 確實通常 那再回來第二個角度就是 你願不願意犧牲social welfare 讓social welfare下降 但是讓其中一部分的人就是賺一些錢 那以這個 比如說這個consumer這個例子的話 很顯然就是 好 因為本來這個first best的時候 雖然這個system的profit是最大化的 但是錢都是manufacturer賺走 或者說都是seller賺走 seller沒有理由特地留一點錢給consumer 對 所以如果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有information symmetry 就是agent可以有他的private type的話 那這個時候agent可以得到一些information rent 就是等於是agent的utility就會變 expected utility變正的 那基本上對agent來說是好事 那你站在一個保護消費者的立場上的話 就會覺得這件事情還挺ok的 這樣子 那 以今天的實務來說的話 商家總是會用盡方法去猜你這個agent是什麼type 看你是男生女生啊 看你的消費紀錄啊 或者是看你的朋友都買些什麼東西啊 等等 那那些當然是你身為一個principle 能做的事情 這樣子 我們也 這個社會好像也不至於到說 去阻止principle做這件事情啦 不過 即使這個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不是人為的 但是我們基本上接受它的存在 不然的話消費者都被商家榨乾也不是辦法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 這個information asymmetry會 傷害這個system 但是它會保護消費者 那只要這個information asymmetry不要太嚴重 就好了 所謂的太嚴重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嚴重到商家都不想要做生意了的話 那就不行 那就沒有生產者 最後這個system就真的就會crash 如果真的太嚴重 比如說有一些 product的quality 就是 嗯 太 看不見 導致大家都沒有信心購買 然後最後生產者也不想生產了的話 這樣就不行 這時候也許政府或者是工會 或者是什麼組織 就要出來做點事情 這樣吧 不過一般的情況下就是 不一定 然後我們也挺ok的 這個lecture啊 如果你要說它具體的想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那最關鍵底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當然就是 嗯 information asymmetry 或者說在這個例子裡 heathen information 帶來了什麼影響 這是個decentralized system 對吧 因為你有賣家跟買家 而且賣家跟買家是獨立做決策的 所以我們這裡不是討論 integr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 我們是討論 decentralization with or without information asymmetry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 decentralization 在這個例子裡 即使是decentralization 如果沒有information asymmetry 結果就跟integration一樣 對那個principle來說 它要integrate 假性的integrate 這個system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ok 那這件事情當然是有很多例子的 所以這個例子是講 decentralization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然後second best的是 decentralization without complete information 然後給你看 喔所以information有什麼價值 那你如果硬是想要quantify那個information的價值的話 你可以去算principle的expected profit 在first best跟second best的差多少 對吧 有個gap嘛 那那個gap相當於是看到消費者的type的value 如果看到那個type的value很大 你可能就會願意implant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各式各樣fancy的big data的technology 讓你去看到消費者的type 但是反之也有可能不是那麼value 那你就要衡量一下這個cost跟benefit 這個好處跟壞處啦 所以我們講的第一個重點是講 我們這裡講的是information的影響 不像前幾個禮拜是講decentralization的影響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作為一門教研究方法的課 核心的精神是教你如何的用比較 嚴謹 對啦嚴謹的方法 來study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雖然算數學不是重點 但是我們還是花了很多時間教你 怎麼樣model這樣的事情 那model的核心關鍵當然就是在 你的ic constraint 對吧 這個東西呢 因為消費者有information的symmetry 所以你才有ic constraint 因為你看不到他的type 所以你才offer contract讓他自己選 然後他選完了以後review了他的type 這樣子 所以沒有information的symmetry 就沒有ic constraint 然後ic constraint 基本上是提供消費者一個incentive 讓他去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OK 所以這裡又回到incentive的這個issue 然後最後就是這是個好例子 讓你看看我們在哪一些情況下 可以用數學模型來量化這個 資訊不對稱這件事情 以及消費者自行做的選擇 這樣子 就是這個ic constraint 所以ic constraint對大部分人來說應該是挺新鮮的 但他也挺重要的 因為他本質上就是隱含著我們fundamental的belief 就是人根據自己的interest和incentive做事情 所以他因為覺得選那個比較好 所以他才選那個 你不能強迫他做什麼 所以你給他一些offer 讓他去選他覺得比較好的 這樣子 OK 那最後還有一個挺厲害的東西 叫做這個 revelation principle revelation principle revelation principle就是在講說 你今天如果面對一個消費者 跟那個agent 那他有heathen information 你沒有 那你要做什麼呢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可以很安心的只focus在這個incentive compatible的mechanism OK 也就是說你不管offer什麼contract都無所謂 但是你的contract如果eventually可以reveal它的type的話 那你在這個小範圍之內再去做optimization 這樣就好了 OK 事實上有很多contract 有很多contract都是optimal的 但是呢 如果對你來說你想要optimal的話 你可以不用search among所有的contract 你只要search among incentive compatible的contract就可以啦 這樣子 OK 好 呃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精神是這樣 不過求解的過程大家還是要練習 畢竟 1解不出來的話也沒什麼好講的 2解出來以後的東西其實挺有用的嘛 什麼你這裡也是得到了很多奇妙的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證明 2nd best發生了downward distortion 欸為什麼是downward為什麼不是upward呢 是吧 你沒證出來你可能想不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他發生在low type而不是high type 嗯為什麼呢 然後low type 有一邊賺不到錢 有一邊賺不到 嗯為什麼呢 所以東西能解出來的話 他還是可以幫你說很多故事 OK 所以求解的過程 還是要練一下 那當你是2type的時候 這個求解的過程很standard 那我們有很多機會 產生nonstandard的解法 但是大概不會告訴你 所以你就好好的把standard練習到會 就已經算是謝天謝地啦 好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總之不知道大家看完影片是什麼心情 我那時候去 我去Berkeley之前沒有學過這東西啊 然後去Berkeley有一天就上我後來知道老師的課 然後第一堂課講這個嘛 哇塞這真的太有趣了吧 後來就決定做這個 對 所以 只能說就是緣分了 好 OK嗎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下一階段 好 先refresh一下你的memory 我們有first best second best 對吧 假設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影片中講的那個例子 在first best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兩個quantity 對吧 ql-telta跟qh-telta 然後你大概知道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剛剛那頁上面講了蠻久的 所以有這兩個quantity 那second best的時候 somehow你結了半天 最後也出現兩個quantity 對吧 ql-star跟qh-star 好 然後你就發現幾件事情啊 首先你發現 比如說根據我們影片宣稱 ql-star比qh-star小 對吧 欸有這麼一回事齁 然後呢你也發現 我們跟你說有一個東西叫做downward distortion 就是ql-star比ql-telta小 對吧 有這麼一回事 好 跟彼此討論一下 為什麼這兩件事情是對的 我的意思是 證明當然可以證明出來他們是對的 所以intuitively的為什麼他們是對的呢 如果你是商家那麼做真的是比較好嗎 試試看吧 好咧 再來討論看看吧 比如說第一個 為什麼ql-star應該要比qh-star小呢 有沒有人想要講講他的看法 基本上這個題目編號是小1而不是小2 小1就是告訴你他比較簡單 所以有什麼idea就說吧 可是這東西是商家決定的 不是消費者決定的耶 所以為什麼呢 所以為什麼呢 好 基本上這題目有什麼學問 基本上就是剛剛這個樣子 好 就是有一群人比較愛你的product 有一群人比較不愛 那比較理想的做法 就是你要賺錢的話 當然就是賣比較多東西給 比較愛你的product的人 這樣子 或者換句話說就是 他們願意出比較高的價格 換取比較多的東西嘛 那你就順他們的心 如果你知道有一群消費者 想要做某件事情 你基本上就是讓他做那件事情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很開心 他就會願意付你錢啦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實際上我們在影片裡 雖然跟你說這個例子是quantity 就是你可以賣一個十塊兩個十八塊之類的 是東西 然後是愛你的人是愛吃比較多東西 但實際上你把他們想成quality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今天同樣是一個product 那你可以推出幾個不同的virgin 然後有比較高檔的或是比較普通的 高檔的話就貴一點 普通的話就便宜一點 爛的就再便宜一點嘛 那就會變成有一些人他是極愛你的product 那希望很高的品質 有一些人就是普通 那這樣的話呢 in equilibrium你會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比較愛你那些 愛你的product的人 你就賣給他比較好的東西 聽起來是挺合情合理的 對吧 好沒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咧 為什麼 ql-tilt 要比q 對不起 ql-tilt要比ql-star來的大 或者說為什麼有information symmetry了以後 就要把low type的quantity變小 好 基本上這題放在小2呢 就表示他比小1難吧 所以稍微的有一點挑戰性 不過呢 他會放在整個3個小時的第一題 就表示他實在也是蠻簡單的 所以請大家不要放在身上 有什麼想法就講吧 因為基本上high type的他就是會讓 那個商家會賺比較多 所以他會希望high type的人能多買一點 然後而且還不要去跑到low type的人去買 所以他就定了一些代價 讓高的人不會去低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低的去買低的價格代產太高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低的價格強盛的話 那低的況的人基本上就會變小 可能造成low type的人沒人要去買貨等等之類 可是他至少能勸把high type的人一定會落在 它high type裡面的購買方圍裡面這樣 欸講得挺好的 基本上把low type的quantity降低的主要的理由 是因為你希望high type不要過去買 那以前complete information的時候沒有這個issue 因為他反正沒這個選擇 那現在in complete information的時候 high type是可以假裝他是low type 他就去選low contract 那你的任務就是讓他不要這麼做 所以你把low type的quantity降低 那為什麼降低low type的quantity會有這個效果呢 你不要忘了 降低quantity的時候錢也是跟著降的 所以為什麼降低quantity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我在說的是 本來你first best的contract 假設那個low contract是 你跟我買五個要付250塊 他現在可能是變成 在second best的時候變成好 那你跟我買四個 我跟你說210塊 數字我都是隨便講的 OK 反正就是downward distortion 所以quantity變小了 的時候 當然那個price也是變小的 你怎麼知道 對這樣做的確是maximizing the product 它一直不會變小嗎 當然是total price 當然是total price 對啊 對啊 我的意思是 要是這個downward distortion 要是這個ql star變小 但是tl沒變的話 那你花同樣的錢買到比較少的東西 那當然high type就會不喜歡嘛 那剛剛問題就完全不需要問了 那今天是low type的quantity變小的時候 low type的total price也變小 那 對啊 所以你就不禁想要問 你這樣為什麼可以這個 有效率的這個 阻止 high type的人來選呢 或者說 為什麼 你可以讓high type的人不要過來 但是low type的人還是願意買這個product 因為它的utl提供不是compact的 所以我如果把我的quantity往左邊的話 那每增加一單位對它來講的效用 是變得比較大的 那因為low type的人的total比較小 所以增加比較大的那個 可能還是不會比過我便宜 就是比較賣便宜給它的錢 那所以如果說 我把quantity往左邊移的時候 會讓那個high type的人增加 就減少的那段的utl提依我 後面賺到的來的更少 所以high type可能就會移動過去 沒有錯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關鍵就是在於 他們兩個type的seda不一樣 這個人的seda比較大 這個人的seda比較小 然後其實跟utl提供是不是concave 沒有什麼很直接的關係啦 你記得他們的utl提供 是seda乘以v of q-t 對吧 所以同樣是把q下降 high type的人覺得的損失比較大 因為他seda比較大 就比如說我很愛喝可樂 但是 比如說 喝喝 沒有很喜歡喝可樂 完全不對 衝來一次 我很喜歡喝可樂 但是比如說 韋智沒有很喜歡喝可樂 的話 今天這個low contract 可樂減兩罐 價格減30元 我就會覺得痛不欲生 啊 少喝兩罐 但韋智可能就覺得沒什麼 就是high type的人 對於quantity high type的人對於quantity變小 對於這個quantity變小 他的 傷害的程度比較大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quantity減小 price也稍微降低 像low type的人還是願意買 但high type的人就不願意了 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可以嗎 所以你就會想要那麼幹 好 這個東西 再看一次喔 你把low type的quantity降低 是為了避免high type的人 假裝他是low type 說到底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為什麼你要避免high type的人 假裝成low type 因為你要incentive compatible 所以你才這麼做 OK 然後最終你發現 嗯 做這個price discrimination 挺有用的 挺有用的 好吧 那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那我要避免high type的人 跑去選low contract 我的做法是把low contract變爛 對吧 對high type來說 比較沒有吸引力嘛 為什麼我不把high quantity變大 而是要把low quantity降低呢 因為我做這件事情說穿的就是 讓high跟low的差距變大 對吧 讓我選這個 他選那個 因為這兩個contract 現在對我們來說差很多了 所以就是我選這個 他選那個 本來的話差不多 所以我有可能會跳過去 那我把low contract變差 對我來說變差 那自然的 high type的人 就比較不會跳過去 既然是要把兩個contract的差距變大的話 為什麼不能把high 為什麼不是把high contract的quantity變大 這樣high type的人就會超爽 他就會很願意買high contract 就是為什麼不這麼幹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確定 但是就是想說 會這樣定的原因是會主要影響到th 就是對high type的定價 因為效用盤數是concave 然後qh開始就比ql高了 所以如果把qh往上調一點點的話 那就是整個th上升則會上升一點點 但是如果把ql往下調的話 他上升的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整體而言就是把ql往下調 那manufacturer會變得比較多 好 我們來慢慢的重複一下 剛剛的這個論點 今天你的quantity會影響消費者吃到的這個v of q 就是基本的這個utility 然後v of q是個concave function 然後呢確實你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原本這個ql tilt跟qh tilt 是一個小一個大 對吧 然後基於這是concave的這個事實 假設你今天qh上升一單位 那這個utility增加的量是很有限的 對吧 那你今天如果是ql下降一單位的話 那這個影響就會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呢 基於這個理由 商家應該會發現 他把ql變小是比較efficient的 就是對於阻止high type過來是比較efficient的 因為high type會覺得utility差比較多 qh上升一單位和ql下降一單位比的話 後者帶來的utility的差距比較大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減少ql的確是比較有效益的一種做法 相對於增加qh 你的最終目的就是讓這兩個contract看起來差很多 那降低qh比較有效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不錯 所以這兩件事情都是需要知道的 上面這件事情是必然的 你做price discrimination說穿的就是因為好 愛你的人你就給他好一點的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downward distortion也是需要知道的 今天是因為information symmetry跑出來 然後你必須要incentive compatible 所以你不得不deviate from efficient solution 要是可以的話 你也會想要生產ql delta 這樣子最efficient 這個system的profit是最大的 但是你辦不到 因為降的話不會incentive compatible 然後那個consumer的information rate會太大 所以你就做downward distortion 讓他不要跑過來 這對你來說是最好的 OK 就是剛剛那個問題如果說就是 因為原本就是廠商可以從消費者這邊剝奪走的 最有的就是最大的剝奪走就是他們所有效用的家中 那如果對於high type的消費者而言 他願意購買到最後一單位的編輯效用 一直跟廠商的售價一樣 那如果他要繼續就是廠商繼續擴大qh的話 那那個high type的編輯效用就低於成本 因為投影片上面是有一個 最後那個等數會變成ch 所以b'q'c 就是我high type這個人的最後一單位的編輯效用 會等於廠商的編輯成本 欸你剛剛說的都沒有錯 不過好像沒有回答到剛剛的問題 在first best的時候 high跟low都是marginal cost等於marginal benefit 然後變成second best了以後 high的還是marginal cost等於marginal benefit 但是low的不是 對吧 low的那個equation就變了 所以我們等於是在問 為什麼是變low的不是變high的 我就想說因為high如果再上去的話 如果把high再提高 那那個消費者的編輯效用就低於C了 不是啊 那你low的在那邊變小 不是也是就變成高於C嗎 那不是一樣 就是你總是挑一邊破壞嘛 對啊 那我們問的就是 為什麼是挑low的不是挑high的 你當然我們當然知道 如果high框的體變大 就inefficient 因為mr就不等於mc 對 但是我們問的就是 那為什麼你選擇是把low的那邊 讓它mr不等於mc 不是讓high的那邊 這樣子 好 不過不思維一個好的發現 好的 所以這兩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這學期只能記住一件事的話 就記住它 OK 還有我的名字對吧 好 那最後來 唉唷這什麼東西 就來老經紀轉換一下 這個呢 稍微看一下這兩個礦能體 qh star比它大 對吧 ql tilde也比它大 那請問ql tilde跟qh star是誰比較大 OK a比b大 c比b大 那請問a跟c誰比較大 還是不一定 我們不太懂這個問題 因為qh star不是跟qh tilde是一樣嗎 欸嘿 然後qh tilde一定會比qh tilde大 所以 一定大 所以一定是小 對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這樣就解出來啦 有什麼好不知道 哎 天才總是覺得一般人的問題很愚蠢 就是這樣子 總之 剛說這腦筋急轉換嘛 我們跟你說 這個關係是 是他比他大 對吧 然後這個關係是 是他比較大 所以我們嘗試想要欺騙你 問你這兩個東西誰比較大 那你光看這樣當然是看不出來的嘛 你看這兩個的話是他比較大 對吧 然後看這兩個的話是一樣 當然你還是需要知道一樣這件事情 才能證明a比b大啦 所以 知道他們一樣 還是挺重要的 在hightype那邊 是不會發生什麼distortion的 你要distort 就要distort lowtype那邊 可以嗎 我們今天在投影片的最後 不是在那邊比較什麼efficiency啊 什麼挖個一堆的 然後 我們今天都跟你說 QL變小 所以 Efficiency Loss對吧 所以 Downward Distortion 可是我們都沒有去討論 TH啊 TL啊 變大 還是變小 為什麼我們在討論 Efficiency的時候 都是討論 Quantity 都不是考慮 Price 呢 關鍵 關鍵應該就是在於 T那個東西是 在這個system裡面流通的東西而已 消費者其實看不到T 對不起 我們這些局外人其實 不是很careT這個東西的存在 你先想一下 你看我們在講到這個system 的時候呢 我們是講說 我們這個system的 比如說 Efficiency 或者是Social Welfare 有多大 對吧 Social Welfare哪裡來 就是來自於 東西做出來 然後有人消費 消費者 得到那個utility 就是Social Welfare的來源嘛 然後那個utility 減掉生產的成本 就是Total的 這個 Profit 或者說是Welfare 那 這個東西啊 它 最終是有什麼決定的呢 你如果回憶那個式子的話 它是 Fa V Q 減掉 CQ 對吧 前面是 吃東西 賺到的utility 後面是生產東西 花的成本 這樣子 這裡面其實沒有T的存在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first best的 outcome 精確點講 integration以後的 outcome 但你知道就是 first best的 outcome 所以這裡面根本就沒有T 所以你拿T來比較 根本就 談不上有什麼意義 對吧 然後 我們這些局外人 看到的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 就是來自於 大家生產多少東西出來 然後多少東西被吃掉 他們內部要用1塊錢 賣100個馬鈴薯 還是用1萬塊錢賣100個馬鈴薯 對我們來說 知道我們在衡量 seller跟buyer的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的時候 是沒有差的 這兩個人中間 1塊錢流過去 和1萬塊錢流過去 對social welfare沒有任何的影響 對吧 因為他多賺1塊 他就少賺1塊 他多賺100塊 他就少賺100塊 所以你看他們之間流動的錢的量 對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來說 一點影響都沒有 對吧 我今天賣1000萬給他 難道Efficiency會上升嗎 也不會 最終還是看 是不是做出幾顆馬鈴薯 吃掉馬鈴薯有多happy 然後馬鈴薯多貴底做出來 來決定這個Efficiency有多高 可以吧 那講的極端一點的話 這個system 如果一共就只有10顆馬鈴薯 要如何最大化Efficiency呢 就是把10顆馬鈴薯都給愛吃的人吃 這樣Efficiency最高啦 但是這個例子跟這當然無關 但是重點就是在講說 你把10顆馬鈴薯給愛吃的人吃的時候 你charge他10塊還是1萬塊還是1000萬 對Efficiency來說沒有任何差別 對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樣子的problem 或是model裡面 我們討論的都是討論 他的產出 而不是討論他的transfer 對吧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用t這個符號來表示price 不是挺奇怪嗎 應該用p嘛 因為t表示的是transfer 就是錢的移轉 我只是把錢搬給上游 或是搬給下游 對這個system來說 的整體來說是沒有差的 所以他叫做transfer OK嗎 所以這大概是為什麼我們 只care這個不care那個 OK 我們接下來就這個解出來的result做一些討論 那我們解出來的東西啊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你有一個condition 對吧 如果說 當然你分到29頁也可以啦 如果說這個quantity或是這個ratio 比beta大 那你的ql star就要等於0 那technically你知道為什麼 那個就是在你的這個微分出來的 這個部分如果變成 這個right hand side如果變成負的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滿足的嘛 那那個時候呢 optimal solution就是落在0那個地方 好沒關係總之某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就是0 那要嘛就是這個樣子 OK 要不然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你的optimal solution 可以吧 所以有了optimal solution以後 你就會想要做一些interpretation 或者是說做一些什麼a上升的話 這個q要變大還是變小 之類的 對吧 好 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 請問如果beta變大的話 假設就是這個case好了 先不要管這個 假設是這個case beta變大的時候 ql跟qh是變大還是變小 為什麼 beta上升的時候 這個分子變小 分母變大 所以這整團東西變小 e減的東西變小 所以分母變大 右right hand side整個變小 然後因為v'是d減的 所以ql會變大 可以嗎 所以ql會變大 變大 對啊 來來來再來一次啊 那 1-beta會變小 然後beta會變大 所以這個ratio會變小 對吧 所以分母會變大 所以右邊這整團東西會變小 對吧 然後v'是d減的函數 所以ql會變大 v'就是斜率嘛 斜率越來越小 因為這是個concade function ok 所以這東西ql會變大 可以嗎 那qh的話當然是不會變 當然是不會變 所以換句話說 當beta變大的時候呢 這個ql應該要上升 而qh不變 如果你是profit maximizing的商家的話 你就會這麼做 那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到底為什麼會變大呢 那個beta表示的是 就是low type和人的比例 所以beta上升的時候 就表示就是low type和人的比例上升 那人上升就表示他的重要性 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因此就是ql會變大 好 就是每句話都是對的 但是倒數第二句 跟倒數第一句 接不起來 就是這些人的重要性上升 為什麼ql就要變大呢 因為就是qh的人變少 所以你就沒有那麼大的 強烈的意願 讓qh的人不要跑到ql那邊去 因為假設如果淘擠電機卵子 就被他變大 那qh可能就剩下一個人 或是0個人 你就不會想說 或是要給他一個很大的儀式 讓他去選qh跟th 你就會把那個人當作忽略不成讚 然後把ql star盡量 ql delta去移動 好 這個做了一個進一步的解釋 就是我今天煩惱的是 關於這兩個type之間 互相移動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稍微思考一下 今天你ql變小 對吧 downward distortion 是因為你想要避免 high type的人去選low type OK 為什麼你想要避免 high type選low type呢 或者是說 為什麼你想要把contract做得那麼不像 做得差那麼多 來differentiate這兩個type呢 就是因為你要limit他們的information rate 對吧 這是什麼意思 information rate這個東西啊 首先 怎麼講呢 他本質上有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agent 這個agent什麼事也沒幹 他就是單純的獲得一個information了以後 他就賺到錢了 他本來在這個 first best的時候 agent是沒錢賺的嘛 主機業題是0 但是到second best的時候 agent就會有一些錢了 然後這兩個裡面 唯一的差距是information 所以我們把這個差距 這個賺到的錢 叫information rate 那rent這個詞 當然就是跟以前地主收租 是一樣的道理 地主什麼事也不幹 他只是因為有地 所以他就賺錢 所以叫rent information rate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人什麼事也沒幹 他只是因為有information 所以他就賺錢 好 那今天你就是 從first best到second best 你之所以QL要下降 就是因為你要降低 這個agent的information rate 因為agent賺越多 就是你賺越少 對吧 所以你希望他不要賺那麼多 但是與此同時 你也知道QL下降 會造成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 loss 對吧 所以當你的QLTilter下降 下降 變成QLStar的時候 他會對你帶來兩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就是你可以成功地 cut down你的下游的information rate OK 沒什麼意外的話 這個對你來說都是好事 因為那cut down的錢就歸你嘛 但實際上當然不是這麼的完美 因為 你在同時會讓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變小 因為你的QL deviate from你的optimal solution 可以吧 QL deviate from your optimal solution deviate的越多 但這個system的profit當然就變得越小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兩件事情是在於 我把 我這個pi 變小 的同時 我把分給下游的人 分給那個share變得比較少 那我就是看這個benefit跟loss的trade-off OK 那今天 beta變大了 beta變大表示說 我這個principal 他在考慮agent的時候 他發現low type的人變得比較多 對吧 那low type的人變得比較多的話呢 就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 loss 顯得更嚴重 因為我本來假設這個system裡面是20%的人是low type 那那20%的人的consumption 就會受到我這個downward distortion的影響 然後efficiency就會loss 但今天如果只有2%的人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基本上可以更放心底 把這個quantity變得更小 因為發生efficiency loss的機會是很低的 OK 所以那反之如果今天有50%的人都是low type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會變得很嚴重 所以你在這裡 system efficiency loss 有多嚴重取決於beta有多大 對吧 beta如果很大 這件事情就很critical 你就不能很用力的這麼做 那你的downward distortion就要很小 那然後ql就會變大 這樣可以嗎 講的東西是如果今天 我有點忘了low type的人變得很少的話 high type的人就變得比較多 講錯了重來一次 low type變得很多的話 high type變得很少 那你就不能再cut down太多 然後以免high type跑去low type什麼之類的 high type過去選low type對我來說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就是嚴謹一點講的話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就是不能讓high type去選low type 對吧 因為你一選下去就suboptimal了嘛 這樣子 對啊所以有一點微妙的差別 不過本質上是差不多意思啦 OK 所以呢 你這個downward distortion的程度 要多少 說到底就是受到這個information rate的extraction 和這個system efficiency的trade-off 你知道pi會變小 但是你的share會變大 所以你就這樣trade-off一下 那beta上升的時候這一塊會變得很嚴重 所以就不要做得太誇張 OK 非常好 那一個相對應的問題 不過蠻容易verify的 就是這個 這個condition 這個condition在beta變大的時候 是更容易satisfied還是更容易不satisfied 這個 這個in equality 在beta上升的時候 這個condition更容易違反嘛 對吧 因為beta可能 一不小心就超過這個lab and sign 那違反會發生什麼事情 違反的時候就沒事 那就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要是滿足QL就會變成0 可以吧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β 本來是個80%好了 80%很大 就違反這個條件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principle 是用這兩個condition 在set QH跟QL 然後β開始慢慢變小 於是你知道 這個量 QL就會慢慢變小 小到什麼時候呢 小到β低於這個量的時候 QL就會變成0 所以這個 這個趨勢是一致的嘛 這個condition 跟 QL star 受β影響的方式是 吻合的 β下降 QL star會變小 小到有一天變成0 可以吧 他不是上升上升上升忽然變成0 他是下降下降下降然後變成0 OK 好 然後 為什麼會變成0呢 Eventually會變成0 什麼時候會變成0 就是β實在太小 小到就是這個市場上只有2%的人 或者是只有兩個人 是low type 這個時候 你還 你還想要surf那兩個人的話 代價就非常的大 你一旦想要surf那兩個人 一旦想要surf這兩個type 你就要設兩個contract 你就要保證 High type不會跑去low type 但是這個時候呢 這個information rate 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 High type總是有 辦法 欺騙你 只要你有兩個contract 你就要保證 這兩個contract 差得很多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會非常的 無效率 所以如果市場上low type 只有一點點人 那最好的事情就是根本不要理他 然後你就只offer一個contract 這個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 賺到很多錢啦 就可以賺得比較多錢啦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非常好 再來 討論一下 C如果變大的話 這兩個quantity QL跟QH是變大還是變小 Right hand side 變大了 所以基於函數D減的這個事實 QL跟QH是變小 還OK 因為要是生產的成本上升 那比較efficient的做法當然就是少生產一點 所以這個還行 好 最後一個 有一個量叫做 data H over data L OK 就是high type跟low type 他們的utility 他們的williness to pay的差距 這個ratio如果上升的話 請問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看這裡 先看這裡 呃 這裡呢 這個ratio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θH over θL -1 可以吧 那θH over -1嘛 所以基本上 這一塊 會 變大 e減掉變大的東西 所以分母會變小 right hand side整個會變大 所以ql會變小 好為什麼 這個ratio表示什麼呢 大家偏好你的程度差多少 對吧 這個ratio如果小小的 你就是微微的差別 這個ratio如果很大 就是超大的差別 對吧 當這兩個type的人 對你的preference 差很多的時候 你發現ql變小了 為什麼 我覺得這一樣是 就是他那個 就是業者一樣是在 cut down information rank 跟system efficiency下降 兩個在做那個 在做權衡 然後現在就是 如果現在 hi type跟low type 對我 喜好程度 差別越多的話 那表示我可以 如果讓價格 就是讓low type的quantity 下降越多 得到的cut down information rank 越 越多 對所以我就會 revered on quantity 這個下降更多 當然如果他差距很大的話 就是如果你考慮 這個ratio 的影響 和beta的影響 本質上呢可以視為是 同一件事情 就是low type 那一群人有多重要 對吧 beta如果大 他們就挺重要的 就不能放棄他們 那 就要這個 好好的就是 處置這些人 那 如果今天這個ratio 比如說小 這個ratio如果小的話 就是表示 貝亞L相對的大 這個ratio如果大 表示貝亞L相對的小 這個ratio如果 大 那就是表示 low type的人 不重要 對吧 你就把東西全賣給 high type的人 就好了 low quantity 就設的 很小 OK 然後 eventually 會讓你不想要 賣給low type的人 這樣可以嗎 所以偶爾會有一些 精品 或者是 高端商品 他的確 不賣給low type的人 可能就是因為 high type的人 實在太high了 他們願意出很多錢 於是你就好好的 serve他們就好了 就這樣 OK 總之 這裡的 討論那麼久的重點 就是 這個high 跟low 或者更精確地講 這個low type上的 這個 downward distortion 有多大 受到 high跟low的 relative importance 的影響 你今天有兩群人嘛 然後呢 你想要serve這兩群人 的代價就是 他們會有information rent 那所以你就 cut down information rent 所以就有 efficiency loss 這一切的 trade off 受到 low type的那群人 有多重要 當然反過來講 high type多重要也是一樣 受到他們的相對重要性的影響 那當low type的人 很重要的時候 或者是當low type的人 很不重要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 就會相對應地調整 可以嗎 在 比例變化的時候 high type的人的quantity 應該會增加吧 當然是 其實是不一定 假如這個ratio是固定 θl 增加θh 的話 那當然就會增加 但是也有可能是θh固定θl 變小嘛 那當然就不知道 也有可能兩個一起變化 只是ratio增加 所以 technically 理事不能這樣講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老樣子 你東西能算出來很好 算完了以後 記得要稍微地想一下 就是合不合理以及為什麼 然後算是你能夠從 算數學以外的部分 學到的東西 然後這些 邏輯推理對你來說 也會有一點幫助 接下來呢 為了增進大家對這種 2 type model的了解 咱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他不是 這個例子了 是一個別的例子 好 今天假設啊 市場上一樣 有 Seller 跟 Buyer 我們這個例子裡 Seller 是principle Buyer有兩個type 對吧 那我們來考慮一個 反過來的例子 今天假設呢 這個市場上有 Manufacturer 跟Retailer OK 然後 Retailer是principle Manufacturer是agent 所以我們有 Manufacturer1跟Manufacturer2 就是有兩個type 那我們就把他們的type 叫做 Seller1跟Seller2吧 你現在還不知道 他們的type是什麼 總之就是有個量 等一下會告訴你 所以這個市場上有兩個type 的 agent 一個type的principle 好 這兩個manufacturer 他們幹嘛呢 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東西做出來 賣給零售商 所以他們之間會簽一個contract 那這個contract一樣 是一個 QT 的pair 大寫小姐沒差啦 反正就是你習慣就好 就是QT的pair 那Q一樣 Q就是 給你幾個item T就是付我多少錢 OK 那麼manufacturer呢 他們的utility 是什麼 就是老樣子 就是 T 減 θ Q 我 收到錢 就很好 但是我要付我的生產成本 OK吧 所以 θ是我的生產成本 θ1 θ2 我們 換一下好了 就是用比較intuitive 我們還是叫他θL跟θH 那很顯然的low就是low嘛 high就是high 所以 θL的那個人 他的生產成本比較低 θ也比較高 OK吧 好 好這是manufacture 那然後是retailer retailer買到東西了以後呢 他就可以把他轉手賣掉 所以賣掉可以得到revenue 那我們來假設他得到revenue是 我想想看 首先取決於你得到多少東西 對吧 取決於得到多少東西 然後你如果得到100個東西 跟你得到1000個東西 跟你得到10000個東西 他對於你 賣出這個東西的 價格會有影響 對吧 東西如果有很多 價格就會低一點 所以 這個benefit不是線性的 不是說你得到10000個東西 就可以賺得比100個東西 多100倍 那老樣子 我們叫他v 然後v呢 等下是個concave function OK 你也可以想像 今天這個零售商 是個news vendor還是什麼的 所以你近100個東西 可能都賣得掉 近1000個可能就是賣掉個7、800個 近10000個 那可能只賣掉個 8、900個 那個quantity 會影響你的expected sales 但是不是線性的影響 就是到了某個階段 那個幫助就很有限啦 總之是v ofq v ofq 然後減掉你付的錢 這樣子 你如果喜歡的話 前面可以乘個什麼alpha 這裡可以乘個什麼beta 之類的去scale 都不要咱們上課簡單就好 所以這就v ofq 好 那今天 毫無疑問底 我還需要知道 這兩個type 的比例嘛 所以就說好 那這個就beta 這個就e-beta吧 就跟之前一樣 有百分之 有beta那麼多的人 是low type 然後呢 e-beta是high type 好 那這個game 一樣我們要specify他的順序嘛 順序也很單純 就是 首先 這個retailer 這個principle 會make一個offer 這個offer基本上就是說 Q跟T 對吧 那因為你已經 受過專業的訓練了 你知道這基本上就是 QL TL 和 QH TH 這個principle要design這四個value 然後做為兩個contract 給 read 給manufacturer選 manufacturer今天跑上門來 或者是他跑去找manufacturer要買東西 他就說 選這個 或是選那個 然後manufacturer來決定 manufacturer呢 就 選一個 他要嘛選這個要嘛選那個 不然就reject reject大家就 都不要賺 那他如果選的話就照著做 然後就 everybody happy 可以嗎 好 所以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來循序劍盡敵 完成這個題目吧 基本上這一類的題目呢 比較簡單的做法 還是先從 constraint開始寫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你的constraint 首先是兩個ir嘛 irconstraint就是讓 這兩個type的人 願意選 那兩個 給他們的contract 所以你就想 這兩個 agent 選了 你給他的contract了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比如說 lowtype lowtype的人 的utility lowtype的人的utility 就是 貼塔L會有一些影響 對吧 不過他是影響在成本那一端 所以我們重來一次 收到的錢 減掉付出的錢 就是 lowtype的人 選lowcontract 的 utility 這個東西要代表哪個例 然後 similarly hightype的人選 highcontract 也要大約等於0 可以嗎 這兩個是你的irconstraint 然後 還有high不能選low low不能選high low的人如果選low的話 會變這樣子 對吧 但是low的人如果選high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他的contract不會變 所以TL 對不起 他的contract會變 因為他選另外一個contract 所以他選 TH QH 但是他本人不會變 所以他本人依然是lowtype OK 是type不會變 但是contract會變 然後 對hightype的人來說 他如果選highcontract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時候他如果改選lowcontract contract會變 但是他本人不會變 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icl 這個是 ich 可以嗎 concern有沒有什麼問題 ir就是讓他願意參加 ic ic 是讓他選 你叫他選的那個 然後目標是 目標是不管怎麼樣會有beta跟e-beta 取決於 等一下你遇到的人到底是lowtype還是hightype 這樣子 所以beta這個東西 乘上什麼呢 如果我遇到的是low contract sorry lowtype的人 那in equilibrium他就會被我叫去選low contract 對吧 所以我們的成交會得到vql-tl 這就是我的utility 那反之呢 就是vqh-th 就是我的utility 這就是 在lowtype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可以嗎 或是hightype的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這個manufacture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 要是這個 optimal的 TL QL TH QH 可以被找出來的話 我就可以最大化我的profit 可以嗎 好那我們補充一下剛剛這個東西 這個scenario啊 就是 大家如果第一次看到的話 可能會不太適應 所以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東西是 應用在什麼 就是在講 描述什麼樣的situation 今天是這樣子 我是 一個 零售商 然後我的店裡想要買某一種東西 於是我就去找了某一個人 來賣東西給我 這是剛剛的例子吧 那實際上呢 也有很多別的例子 比如說像是我是一個零售商 我的 公司 需要一套 資訊系統 比如說會計啦 競銷存啦 Whatever ERP啊什麼的 我要去找一家公司來 幫我做出這套系統 但是我不知道這公司 到底是強還是弱 也就是說 他做出這套系統的成本 到底是高還是低 或者是我今天 我要在我的零售店裡面鋪原木地板 然後呢我就找了一家公司來 因為你不可能原木地板左邊是A公司 右邊是B公司鋪的嘛 你就找了一家公司來 然後那家公司就跟你開家 他就說 這個每一平方公司 我要開家 2萬塊 你就說 老闆這2萬塊會不會太貴啦 這1萬塊就夠了吧 他就說先生不要開玩笑了 這東西成本就要1萬8 你跟我說這個只要1萬塊 OK 也就是說呢 他實際上他來 他可能成本很高或是很低 OK但是你不知道 他可能成本很高很低 但是你不知道 然後呢 你也不是真的什麼 要跟100家買東西還是怎麼樣 就也不是 你面前就是有一個 供應商 一個 然後你就是要跟他做生意 然後 你知道他的type是高或低 就是他的成本是高或低 但是你 不知道到底是高還是低 你只有percentage 所以你就offer 你就design contract讓他選 選的時候呢 他with 30%的機率會選這個low 70%會選那個high 這是你猜的 Based on你的estimation 你就design了你的high low contract 因為你的high low contract 可能會depends on 你的這個estimation depends on theta 之類的 然後最終呢 你就會 決定 high low contract要怎麼offer 然後他就會選 所以你是maximize 你的expected profit 然後你面前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那個 agent 所以呢 雖然我們總是跟你說 你有兩個agent 他們的type 是high還是low什麼的 這其實都是conceptually 在講的事情 實際上你面前 只有一個agent OK 然後那個agent 有兩 兩種 可能的 type 他有一個value 那個value要嘛是高要嘛是低 這樣 OK 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現在來 總之我們現在有一個mathematical program 我們要把它解出來 這個program 雖然你 跟 課本上的 應該說 影片上的program比的話 buyer跟setter是剛好反過來的 對吧 之前是setter是principal 現在是buyer是principal 但是 解法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我先很快的 overview一下 你首先會證明 monotonicity 把某兩條concept加起來 你可以證明 A大於B 再來 你會在四條裡面證明 某一條 是redundant的 再來 你會挑一條 把它relax掉 然後你會設binding 然後你會解它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來 先證明 monotonicity 也就是說 把兩條icconcept加起來 看看你會得到什麼 你把兩個icconcept加起來 的那個瞬間 TL跟TL會消掉 TH跟TH會消掉 對吧 所以你會剩下 你會剩下 -dataLQL-dataHQH 大於等於 -dataLQH-dataHQL OK 兩邊加起來的話會這樣子 那我們來把 QH放在一邊 QL放在一邊 比如說把QH這個移過來 可以嗎 就只是移項而已 然後因為 ZH比ZL大 所以這兩項就不要管它 所以你最後會得到 QL大於等於QH 可以嗎 做出這個來沒什麼問題 那這個給你什麼意涵 你跟這兩種type的人 你要跟誰買多一點呢 跟成本比較低的人買多一點 對吧 挺合理的嘛 你之前在 Seller是principle 的那個case裡面 你是賣誰賣多一點 你是賣愛吃的人賣多一點 因為那樣比較efficient 對吧 你如果有10個粽子 你要給誰吃呢 就給比較愛吃粽子的人吃 那今天如果你有10個東西要生產 然後你要挑一個人做 你就是挑 比較成本低的人做 這樣子才有效率 所以 比較會做的人 就叫他做多一點 所以 QL應該會比較大 OK 好 然後就下一步 下一步呢 之前啦 我們證明 IRH Redundant 那你現在一樣 挑一條constraint 來證明它 Redundant吧 挑一條IRconstraint 來證明它 Redundant吧 因為 以你的經驗 以你看影片的經驗 你知道不是兩條IRconstraint 都會Redundant 有一條會Redundant 另一條會Binding 你如果試著證明會Binding的那條Redundant的話 最後當然就會證不出來 所以你要先猜誰會Redundant 那誰會Redundant呢 Redundant的那個人 之後會賺到錢 對吧 你回憶之前的case High type的人 會賺到錢 No type的人不會 為什麼 因為 High type的那個傢伙 的IRconstraint Redundant 然後Low type的人 Binding 之前是那個樣子 那之前為什麼那樣子呢 因為在那個世界裡 是很不公平的 那個世界裡只有粽子 然後 有的人愛吃粽子 有的人不愛吃粽子 不愛吃粽子的人 就是很倒楣 天生utility就是要變成零 因為他就是不愛吃粽子 那愛吃粽子的人 天生就是爽 在那個世界裡 OK 所以 今天這裡也是一樣 Low type的人就是比較佔優勢 因為他成本就是比較低 所以你可以預期 Low type的人最後會賺到錢 所以你要證就去證 IRL 會Redundant 不要證IRH 來試試看 TL TL - QL 佔優勢的這個人 我們來試著證明他的會Redundant 那首先一樣 Apply他的IC constraint 就是這一條 OK 那就 把right hand side寫下來 然後 利用 TL跟TLH 的Difference TL比較小 所以你減一個更大的東西 就會變得更大 對不起 就會變得更小 然後這個東西又大於等於0 因為你有IRH 你這樣就搞定了 你再複習一下 你的確是用到了 IRH會大於等於0的這個事實 來讓 IRL Redundant Eventually你會發現 Low type的人會賺的比較多 因為他就是比較Efficient 可以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呢 這個IRL 就不用看 那就Redundant 下一個step 在我們原本投影片上呢 我們是把ICL 刪掉 對吧 With no reason 我們直接把ICL刪掉 那這裡的話很顯然 嗯 之前 刪L 那現在應該就是要刪 H 對吧 那我們就把H刪掉 好 那但是實際上 這個東西當然還是可以講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做呢 為什麼我們覺得 ICH會 Redundant 會用不到 好 也就是說我們想像 High type的人 沒有理由 宣稱他是Low type 你如果生產成本很低 然後是Hidden的 你就會跟你的Potential的Buyer說 這做東西是很貴啊 這原料很棒啊 這東西很難做啊 所以做一個一定要賣200塊 不能賣你200 不能賣你180 這樣子 Low cost的人會宣稱自己的cost很高 但是High cost的人不會嘛 你不會明明就很難做 你也跟人家說一下就可以做出來 這件事情也不是說完全不可能啦 比如說你是一個學生 老師叫你唸一篇paper 你唸了兩個禮拜 你跟老師說 這paper很簡單啊 兩個禮拜不需要 我只唸了兩個小時就做出來了 可能讓老師留下一個好印象 不過通常都會有很嚴重的下場 老師就說下禮拜唸了200篇paper吧 這樣子 所以呢 你如果兩小時就唸完 你就會宣稱你唸了兩個禮拜 對吧 所以我從來沒有聽過學生跟我宣稱兩個禮拜 兩個小時就可以把paper唸完 就是因為information symmetry 你說是吧 好啦 總之 你大概可以想像 low cost的人 會宣稱自己high cost 但high cost的人不會宣稱自己low cost 所以 ICH redundant的可能性極高 那我們就先把它刪了 刪完了以後剩下兩條 這兩條 我們現在要來argue說 他一定會binding 怎麼argue呢 基本上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為了省下大家的時間 我就直接來 你有兩個變數 是TL跟TH TL跟TH 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會讓這兩條constraint binding 為什麼呢 我今天來試試看 TL在這 對吧 TL在這 TL在這 我 要試著 最大化我的profit 那TL就是要越小越好 就是我付的錢要越少越好 所以TL要一直小 一直小 小到這條constraint binding為止 這件事情是一定要發生的 這件事情要是沒發生 我就是傻子 就是棒槌 就是不啊 就是TL就是要再更小才行嘛 對吧 就是要再更小才行 那反之 TH呢 TH也是一樣 TH也是要越小越好 TH變小的時候 這裡 沒有任何的影響 對吧 他只是讓constraint變得更鬆 所以很OK 但是這裡的話不行 所以我會一直讓TH變小 直到這個constraint 變成binding為止 不然就不是optimal 所以如果有optimal solution的話 這兩條constraint 一定要 這兩條剩下的constraint 一定要binding 這個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要是你剛剛沒有把 ICH 設成redundant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就不知道TH下降的時候 是這一條要binding 還是這一條要binding 因為TH會落在 兩個constraint的 left hand side 你就只能 如果這條沒有redundant 你就只能說 要嘛這條要嘛這條會binding 你就不知道會是哪一條 OK 但不過沒關係 反正你已經說這個redundant了 所以就沒事 所以就沒事 好 那現在已經binding了 binding完了以後要做什麼 你也很清楚 就是 就是 把TH跟TL 寫成 data跟Q 的函數 然後帶進去原本的式子 然後你就會得到一個 有點像這樣的 equation OK 然後你就要來 verify一下 它是不是 concave的 如果是的話 就apply first order condition 把它解出來 好 那 記得看吧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 你從這兩個dequation 你有沒有得到一些東西嗎 你的TH 會是 dataHQH 對吧 然後你的TL 首先它又是 dataHQH 減dataLQH 再加上dataLQL 這是從這兩個equality來的 所以有了它們以後呢 你就來把他們帶回去你的目標式 你就 你就maximize beta的 v of QL 減TL 減TL的時候就減字串東西 欸我要是算錯的話跟我講一下啊 然後 1-beta v QH -TH 那TH的話呢 就直接 這樣子 對嗎 好沒有人在看 沒關係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東西拿來對 QL跟QH微分嘛 那你對QL微分的時候 發現只有這個term跟這個term有QL 所以你QL自然就會得到 v' of QL 要等於 θ 這樣子 要等於θ 那這已經是弄過了啦 你要是再微分一次的話 就會發現 對它是concave的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然後再來 那vQH的話比較麻煩 只好認真做 β乘上 跟QH有關的term 負 這個 然後 跟QH有關的 加這個 然後加上 1-beta倍的 v' qH -dataH 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term要等於0嘛 這個term要等於0 所以你就稍作劃解 v' qH 把它留在原地 剩下的人移到右邊去 的話 移到右邊去會得到 beta 這個 -beta 這個 對吧 然後這個東西 所以 -dataH 也移過去 加上 dataH -beta dataH 對吧 那betaH 消掉 beta dataH消掉 剩下這個 所以就是 1-beta 分之 dataH -beta l 那這樣的話就 沒事了 OK 那當然最後你可能想要做點verification 就是比如說 這個right hand side有沒有可能會是0呢 或是有沒有可能會是負的 似乎是不太會嘛 對吧 因為 上面是 dataH -beta dataL betaH就已經比 betaL dataL來的大了 所以 dataL再乘一個beta 就會更小 所以這個式子 直接就會大於0 所以呢 這兩個model總算有一件事情不一樣 就是他不會有什麼 什麼要嘛 這樣不然那樣 的情況 他就是 對他總是正的 所以你就直接就是總是用這兩個 situation來看就好了 OK 你可以做很多該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可以試著verify beta變大的時候這個人會怎麼樣 對吧 beta變大的時候這個人會怎麼樣 回去自己練習 然後呢 為什麼 應該要講得出來 CRL跟CRH的ratio 怎麼影響 應該要講得出來 然後 你可能還會想要verify 這個redundant的人 是真的redundant 基本上就optimal solution帶進去就好了 或者是用molatonicity搭配這個 binding constraint 一樣可以做得出來 OK 這些沒有什麼問題 那 所以這個verification 可以照著做 然後 然後 我們來看最後這個就好了 low type 這裡 是 efficient的 對吧 low type 是efficient的 然後 high type 你想知道 high type 是 upward還是 downward distortion OK 那你本來 我們說這兩個是 對稱的model 所以你在這裡 low type的人 就變小 low type的quantity變小 那這high type的quantity 該不會是變大吧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們來接一下看 v' p' qh 等於 1-beta 分之 θ h-beta θ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second best的qh 應該要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給他一個start 那如果今天是 first best的話 咱們叫他tilt 那這個東西你知道基本上要是θ h嘛 所以 qh star跟qtilt h 哪個比較大 取決於right hand side哪個比較小 因為時間有點有限 所以我們來 把它做下來 這個東西你基本上就是兩邊拿來比較 對吧 兩個right hand side拿來比較 那 你做一些交叉相乘之類的活動 應該可以證明 或者是你直接 像我們這麼做 你把這個θl換成θh 那你就減更多東西 所以會變小 OK 對吧 你就減更多東西 然後就會變小 那 消掉消一消就變成θ 所以這個比這個大 那也就是說 qh star 比qh tilde來得小 可以吧 qh star 比qh tilde來得小 所以是 downward distortion 並沒有說因為 byrxl反過來 它就 礦能體是變成 upward distortion 不是 它還是 downward distortion 為什麼 到底呢 也是可以解釋的 你今天 為什麼要做downward distortion 為了要避免 low type的人來選 high contract 對吧 low type的人喜歡什麼 low type的人就是生產力很強啦 做事很有效率 做一個只要兩塊錢 你今天為什麼要做downward distortion 為了要避免low type的人來選 發揮它的生產力上的優勢 所以你要讓他不喜歡 那就是量要小 所以量是要變小 不是要變大 OK 所以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那當然量變小 錢會跟著變便宜啊 所以這 肯定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可以講說 所以這是一個downward distortion OK 剩下還有一些事情 也可以 討論 你可以把全部的事情 都go over一遍 Monotonicity還是有嘛 剛剛已經證過了 對吧 有效率的人 叫他多做一點 然後Efficiency at top 也有 只是這個時候的top 是low type 就是比較強的那個人 強的那個人 他就可以 賺得到information rate 然後呢 他的Efficiency 就會維持住 弱的那個人 就會有distortion 然後他就會 拿不到任何的utility OK 這都是 在一般的情況下 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但實際上 這就是一個agent 不是兩個 所以一個agent 他hide他的這個 type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in expectation 他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那樣 所以in expectation 他會得到utility 所以這個agent 就被他的 這個information asymmetry 就被protect 所以他可以得到一些 utility at the end in equilibrium 就是他的information rate 可以嗎 所以這是個好例子啊 buyer跟seller的角色 可以對調 principal 誰當可以反過來 強制的那一方 就當principal 那就是 開offer 要或不要拉倒 這樣子 那只是因為今天 agent有兩個type 你就offer兩個contract 給他選 然後去induce truth telling 然後 這會是你的 optimal的這個strategy 然後 基本的情況下 contract該怎麼寫 該怎麼設 該怎麼最佳化 你也求得出來 而且你可以說出 對 他就是要 downward distortion 因為這樣 因為那樣 可以嗎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 two type的model的extension two type的extension是什麼呢 就是three type four type eight type 之類的 所以我們來卸看 假設今天我們有三個type 那我們回到 seller跟buyer 的那個關係是 就是我的seller 是principal 然後我的consumer 或者說我的buyer是我的agent OK 那我有三個type 那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叫做 low跟high了嘛 我們就叫他一二三吧 那讓我們來假設 ther1比ther2小 ther2比ther3小 OK 然後呢 我們東西這樣子賣給他們 那 假設 他們的比例 分別叫做beta3 beta2 跟beta1 加起來要等於1 加起來要等於1 然後 一樣我們有contract嘛 contract一樣是 qt pair 那這個時候呢 你 賣給 消費者 今天一個人走進店裡來 你估計 這個人有三種可能性 他要嘛就是很喜歡 要嘛就是普通喜歡 要嘛就是不喜歡 於是你就決定 好 那我要來 offer 三個contract 欸 為什麼是三個contract呢 這個agent有三種type 或者另一種講法 有三種agent 所以你要induce truth telling 那就是要offer三個contract 對吧 你offer兩個的話 就不能完全differentiate這些人 你offer四個的話 有一個就是浪費掉的 因為eventually只有三個會被選 所以你就是offer三個contract 所以你會offer 好 Q1 T1 Q2 T2 Q3 T3 就這樣 好接下來 你會有一個 formulation 首先你會有幾條ir constraint呢 欸沒錯大家都很有sense 裡面有三條 比如說 比如說第一條是啥 θ 欸 寫不下 θ1 vq1 減 t1 大於0 對吧 那 非常火速的 讓我來把剩下來寫完 基本上呢就是你要保證你的那三個contract 分別抵對三種type的人 都有 吸引力 你可能會問 老師啊為什麼不是 contract2的人喜歡contract Type2喜歡contract3 Type3喜歡contract1之類的 那你就把他們重新編好 這樣就沒事了 好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有三個ir了 那你會有幾條ic呢 欸沒有錯就是會有六條 比如說 type1的人 你要讓他prefer type1 to contract2 他的type不會變 但是contract 會變 這樣 然後 vq1-t1 大於等於 這樣子 對吧 這兩條是 這個 這位仁兄的ic constraint 對type1的人來說 你要避免他選任何一個其他的contract 以此類推 可以嗎 大家忙著抄筆記的同時 讓我來把剩下的東西寫完 我來把剩下、剩下的石頭 讓我們來把剩下的東西寫完 沒錯 我 느낌이來 Maintenant 我擔心 來把剩下的石頭 然後我去做 就要 навgod 被刺激了 那是 那很顯然的你就覺得我這個人很傻啊 就是這些東西你一條條寫的話 要是今天有八個type的話 我就寫要死了嘛 對沒有錯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八個type的話 你就跟一些IR、JR之類的 就可以搞定了嘛 我們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你搞不定的話問一下瑋茲 好 那今天剩下的目標是 目標式的話呢基本上也是挺一致的 要是運氣好遇到β3的機率是θ3 你就會發生某件事情 β2就θ2,β1就θ1 所以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有三種可能性 要是βi的話你就會遇到typei的人 typei的人就會跟你買QUnit 然後你就會賺到相對應的錢 所以就是TI-CQi這樣 然後根據機率做個weighted average 就是期望值 黑吧 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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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aint要加什麼 那不用 因為β是 參數 β是給定的嘛 所以它不在constraint的範圍內 好 那你有了這個一個看起來稍微複雜一點的 constraint的這個 formulation 今天你有九條 不等式 六個變數 對吧 看起來勢比剛剛困難一點 OK 但是呢你並不是感到太驚訝 因為 這一看你知道解得出來 不然就不會講嘛 解不出來就不會拿來教 好所以呢 不用緊張 首先 比如說 之前你有monotonicity 現在還有嗎 如果有的話 你大概可以想像 Q3會大於等於Q2 會大於等於Q1吧 是不是挺合理的 因為 愛吃的人就要吃多一點 對吧 怎麼證明這件事情呢 比如說Q3大於等於Q2 怎麼證明 你就拿 2 跟3的 這一條IC constraint 和 3 跟2的 這一條IC constraint 加起來 他們兩個加起來 一定會給你 Q3要比Q2大 的這個條件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reduce成只有兩個type在比較 對吧 那反之 2一定要比1大 這也是必然的 因為你拿1 到2 跟2到1 那兩條 加在一起 一定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 monotonicity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 有一些 ir 要redundant 誰要redundant呢 佔優勢的人 要redundant 所以 ir3 跟 ir2 應該要redundant 應該要redundant 對吧 那你也不是太意外 ir3這個家伙 這個人 去apply ic3 ic3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ic31 也可以ic32 好比如說ic31好了 ic3 ic3 1 再把thea3換成thea1 就變成 ir1 ir1又要大一點零 這樣就沒事了 所以ir3跟ir2的確會redundant 可以嗎 這兩條 不要看他 好 再來是 你有9條 不是 你有6條ic constraint 那太多了 我們來稍微的減少一點 怎麼減少 首先 你可以證明 local的 ic 才有用 什麼是local呢 我們今天有三個type 3跟2是相鄰的type 2跟1是相鄰的type 但是3跟1中間跨了一個2 對吧 所謂local的意思就是 相鄰的兩個type 兩兩比較 我們叫他localic 那跳著的我們叫他globalic 名詞不是非常重要啦 雖然之後用得到 但是你大概知道那個意思 相鄰的 就local 跳著的我們就 那local的反過來就叫他global 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說 global 好像是 好像是這樣 這樣縮寫的 globalic 會redundant 這樣子 換句話說 就是ic 3 1 會redundant OK 好 這件事情啊 那 坦白說需要證明 你要算一下數學 然後需要一點功夫 不過呢 不是那麼意外 不是那麼意外 因為 3不prefer2 2不prefer1嘛 所以3不prefer1也是很合理的 對吧 但是你需要一點證明啦 需要一點代數 那 並沒有超過高中數學的程度 你拿著這些式子 你拿ic32 去和ic21 做一些manipulation 最終你就會得到 ic31 這件事情是辦得到的 好 所以這東西 但是 可以理解吧 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然後最後 你現在已經又刪掉一條了 再來 好 老樣子 我們應該相信 upward的ic 沒什麼用 upward就是 1到2 2到3 和1到3 就是 我low type的人 沒理由 假裝我是high type 對吧 就是我恨透了你的product 你的product爛透了 但是我跟你說 我願意出很高的價錢買 大概不會 OK 所以 low type不會假裝他是high type 所以 ic12 ic23 和ic13 都用不到 可以嗎 那這個某方面來講 在現在這個階段是我們猜的 就像之前一樣 之前我們會猜iclowhigh iclow用不到 因為low type不會想要假裝成high type 那這裡也是一樣 那這裡也是一樣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 global IC拿掉 upward IC也拿掉 那 剩下些誰呢 1到2的 就拿掉 1到3的也拿掉 2到1的要留著 2到3的要拿掉 3到1的要拿掉 3到2的要留著 可以吧 你就會變成只剩下兩條ic constraint 可以嗎 你要避免 最high type的人 假裝他是中間type 避免中間type的人 假裝他是middle and bottom type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剩下的 都會被 都是redundant 都可以被推出來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一個 兩個 三個 你只剩下三個 inequality 而且你又有三個t 那這三個t很顯然的 就會再 再次的 要求你 就是這些 該binding的人要binding 對嗎 對吧 你就會把t1 t2 t3 一直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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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這三條concrimed binding為止 binding完了以後 就把t1 t2 t3 帶進去 你的目標是 就會變成只有q 然後那三個q 一樣 他們就會separable 你就再去秀他們concave 然後再去一次微分 然後東西就會跑出來 可以嗎 然後你再去證明 剛剛redundant的東西 確實都redundant 這樣就好了 所以 三個type 你也做得出來 四個type 你也做得出來 四個type的話 Eventually就剩下一條ir 和三條ic N個type的話 就剩下一條ir 跟N-1條ic 那個 一個ir 就是最low type 那個人的ir 全部只有一個人賺不到錢 其他人或多或少會賺一點 這件事情跟之前不一樣了 之前你只有兩個type的時候 是看不出來的 兩個type就是一個人沒賺 一個人有賺 對吧 N個type 是 一群人沒賺 一個人有賺 還是一個人沒賺 一群人有賺呢 你剛剛已經證明了 那對redundant的ir在跟你說 是一群人有賺 一個人沒賺 所以我們寫 No rent at a button 是at a button 只有button那個人 no rent 好 然後 你可以試著 弄efficiency at a type 那一樣 只有 最high type的那個type 的quantity 會efficient 剩下的都會 downward distortion 而且越low type的 downward distortion 越多 這件事情你也可以證明 你就拿這個三個type的 試試看就好了 你就會發現 只有high type efficient 其他的人都in efficient 這樣子 OK 那這都沒有問題 所以只有 efficiency at a type 所以不管你有幾個type Monotonicity efficiency at a type 還有no rent at a button 都是對的 OK 然後你再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buyer跟sader 反過來 他也都是對的 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 我們雖然只跟你介紹了兩個very simple的model 但是實際上 他這個 推廣的範圍 實際上是很強的 因為 底下的 基本的 邏輯 都是 一樣的 對吧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 你有n個type 你就是去讓 最底下的人 願意參加 然後 然後讓 最高的 不要prefer次高 次高的不要prefer第三高 第三高不要prefer第四高 一次雷腿 然後解 然後東西就會出來 everything will be the same OK 所以呢 如果有一天你念paper的話 你就會發現 很多paper是寫2type 而不是寫ntype 因為寫ntype 就是突然增加 運算上的困難 然後也不會多得到什麼東西 這樣的話 就寫2type就好了 簡潔明了 又可以得到你想知道的事情 2type就足以 show efficiency loss 在哪裡 然後information rent在哪裡 然後那個tradeoff在哪裡 的話 那你寫ntype就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多年前的paper 會有一些ntype的 近年來就已經非常少了 已經非常少了 當然不是沒有 當然不是沒有 好 那就這樣 所以你大概知道 有2type 有ntype 這種東西 集中考前 我們會念個兩篇paper嘛 我幫你強化一下 這方面的knowledge 以及看看他們的應用